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这么重要 历史研究固然很重要 那么因为历史研究 像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 它是包括这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基础研究 另一个部分叫做决策研究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共同的问题 那么历史学在这个方面 当然它是属于基础研究的一种 基础研究 似乎有点脱离现实 因为它搞的东西 比较的滞后 比较的打基础 那么决策研究 当然是很重要 决策研究 它是可以为我们当今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发展 下一个决策 所以实际上是两部分组织 那么这两部分组织 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如果你假如 把那个基础研究 和决策研究 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种情况 你的那个社会科学 会搞得很好 假如你基础研究 管基础研究 决策研究 管决策研究 两者没有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四伏 一个比较浅 就决策研究 会做得比较浅 那个基础研究 会有点脱离现实 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 要把两者联合起来 就是应该有一个 由政府主管的 那么一个机构 他们对基础研究的学问 进行再研究 那么这样一来 就很有可能 把基础研究的成果 上升到决策研究 我听过这么两件事 那么一件事 是我听说的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政府 就叫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 那个人叫Benedict 去研究战后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日本的问题 但是Benedict 拿了国家资助以后 他并没有直接做这个题目 怎么对付日本 他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局域刀》 大家一定知道 它是专门研究 日本的国民性的 那么等到这本书写完以后 美国政府就把这本书放到一个 再研究的机构里去进行再研究 结果却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 就是说日本有个天王制度 这个天王制度是日本的传统 它不能由美国人来飞除 所以这就是后来成为一个 比较有用的 那个怎么针对战后形势 美国指定对日本政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方针 我还听着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大英帝国 我们知道大英帝国 就是英国 英国搞了很多殖民地 殖民地扩张以后 就特别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宗祖国 和部落酋长的问题 在殖民地里面有很多部落酋长 他是土著求者 他们的文化和英国不一样 那个语言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 那么经常起来的起义造反 那么英国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对付 结果就找了那些人类学家 去研究那些部落 这样一来 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 就去考察那些部落 人类学家去了以后 特别是拿了很多国家给的钱 非常高兴 然后就去写了很多人类学的专注 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就去写专注 结果就触犯了很多很好的 多件本的人类学著作 决策研究 应该建立在基础研究的机构上 而这里面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建立一个 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一个机构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的历史学研究就会变得非常有用 我举这些例子 目的是要说明 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学 有的时候也可以成为 应用性很强的这种应用学科的 甚至成为决策的一种辅助学科 你比如说 当今世界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就是国民性的研究 所谓文化的冲突 文化整合 全球化的对策 都离不开对世界各国的国民性 进行研究 政府决策的时候 首先就要考虑的就是国民性 比如说我们过去 进行决策的时候 总是考虑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军事因素 国家安全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考虑那些民族的 不同的国民性格 文化传统 中国当然走向开放了 走向世界了 那就要把许多问题 放到各个国家的 具体的国民性格里面 大背景中 才能加以考察 各国的国民性 比方东方和西方 欧洲的各个国家之间 西方和美国之间 他们的民族和民族性格 是不一样的 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民性里面 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一个民族 大多数人 都认可的价值观念 一个是大多数人 的习惯的思维方式 一个是大多数人 都认可的文化表象 比如西方有芭蕾舞 有交响乐 有油画 还有他们共同承认的 一种宗教传统 还有他们的社会伦理 这么一些东西 共同组成了一个 国民性的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研究 外国的国民性 我们就觉得 这是在古代 中世纪那个时代形成的 就像一个人 他一些性格 也是在童年时代形成的 所以我们研究 西方的文明的传统 也要追溯到古典文明去 甚至追溯到 出名社会 原始社会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 对我们了解各个国家 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说 有很多习惯 都是在历史的长河里 逐渐形成的 你比如说希腊人 希腊人是挺有趣的一个民族 但是希腊人喜欢争论 喜欢争辩 然后他们不仅很守时 但是他们又是很乐情的 那么我们说德国是一个很会反思的民族 但德国人那种反思 基本上是哲学的反思 数学的反思 科学的反思 俄罗斯人的反思却不一样 俄罗斯反思是宗教的反思 是神学的反思 是文学的反思 而美国人又是一种风格 法国人又是一种样子 你比如说法国人交朋友 法国人交朋友是一对一的朋友 我和你就是下期的朋友 我和你就是谈政治的朋友 我和你就是干什么事的朋友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意大利人又是另一种情况 俄罗斯人又是另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并不能把西方文明 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看他们完全是一样 其实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语言的不同 文化价值的不同 他们之间是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差别的 你比如说德国人 中国的驻德国大使 给他们看电影 叫做梁山伯玉坐英台 德国人看不懂 觉得为什么你送他去 他又送你送来送去 整个电影节奏这么慢 为什么一句我爱你这句话 就说不出来呢 其实这里面就是德国人不能理解 我们中国人爱情里面的一种含蓄 我们就要你送我 我送你 然后爱情是这么含蓄地表达的 但是那个德国人不明白 所以我们看呢 即使是德国人对中国人的理解 或者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理解 对德国人的理解 这里面都有一个文化的差异存在 所以我们研究历史非常重要 我们研究历史的国民性 在历史中形成的各个民族的国民性非常重要 研究了这些东西呢 就有助于我们避免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强加于别人身上 或强加于其他民族身上 那么以自己的思路来代替别人的思路 或者别人呢 以他们的思路代替我们的思路 所以呢 这样呢 不利于我们进行国际交流 所以我们说呢 想说明一个是呢 就是说 有些应用的学科 像历史学基础学科呢 它换一个角度来看呢 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前沿的一个应用学科了 历史学呢 有很多定义 过去的定义来说 历史学 无非是三千世 过去发生的一些人和事 或者是一个学科 或者是一些史料 或者是一些学术专注 但是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呢 却要以人为本 我们新的定义呢 历史学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和空间 坐标中生命的关照 我们的镜头呢 要直接地对着人 一个是时间的坐标 那么它是时间是纵向的 我们有古代 有中世纪 有近代 有现代 现在当然还有后现代 一个是空间的坐标 空间是横向的 我们有亚洲 我们有欧洲 我们有美洲 我们有东方文明 我们有西方文明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历史学呢 就是研究 时空坐标中的人 那么人的主题啊 情的自觉 历史学呢 走向了人 实际上就成了一个 对现实呢 非常有用的 这么一个学科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一个问题呢 就是欧洲的兴衰 欧洲这个地区呢 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我们一讲到欧洲 我们就想起一个国度 那就是希腊 我们说 希腊是言比成希腊 因为有古典文化 我们或者说 古代的希腊真不错 我们后来说 罗马也不错 现代的欧洲也不错 也很兴旺 但是有人说 中世纪的欧洲呢 就是落后的 衰落的 中国在中世纪 是很发达的 出于世界领先的 中国有大常盛世 有科举制度 有完备的政府机构 盛世这个词 西欧就没有 整个西欧的中世纪 一直很贫困 很落后 所以西方人自己称 他们的欧洲的中世纪 叫黑暗时代 我们中国人倒不这么称他们 他们自己有人写著作 说他们曾经经历了 一个黑暗的时代 我们从地域的文化来看 西方人一直以为 欧洲才是真正的 西方文化的故乡 欧洲人认为 美国的传统是很新的 只有欧洲呢 才真正的保持着 西方的文化传统 欧洲各个国家之间呢 语言是相通的 思维是相通的 行为是相通的 更多的来说呢 他们欧洲人呢 结成这种文化上的联合体 有一种文化上的沟通 这种文化传统呢 发源于古代 那个 巩固于中世纪 你比如说 那个希腊的面积很小 不过几百个岛屿 也就是 现在是一千万人口 古时也就是 古代的时候 也就是几十万人口 古代希腊不多 却要面对全世界呢 产生过这么大的影响 西方啊 世界上有两种强势文明 一个东方文明 一个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呢 确实以希腊为源头的 东方文明的源头 可能要追溯到中国的 骑鲁啊 去富 因为那里呢 出现了鲁家文化 我们谈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要谈一个 源和流的关系 在源头上 所以都是很清澈的 在流淌的过程中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东西 加进来 文明也是这样 那希腊的河马呢 写过著名的 河马史诗 大概是完成于 公元前九到八世纪 讲的却是更早的事情 那个河马史诗中 所反映出来的是 古代希腊人的一种浪漫精神 这和罗马的文化就很不一样 罗马呢 强调制度 强调法律 强调军团 强调纪律 希腊人强调个性 强调私性 强调浪漫主义 所以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 合在一起呢 就奠定了一个西方文化的基础 西方那个文化呢 实际上是对峙的 也是矛盾的 一方面呢 是浪漫主义 另一方面呢 叫理性主义 古代的西方的文化呢 我们把它称为古典文明 古典文明给了我们很多种启示 最突出的就是理性和私性 以及古代的英雄主义 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 都强调这么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有点上武的精神 所以古希腊有三部著名的历史书 一部叫做《荷马史诗》 一部叫做《希罗多德的历史》 还有一部呢 叫做修西底德写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 无论是《荷马史诗》也好 《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好 修西底德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也好 都是描写战争的 我们中国也有一些英雄崇拜 我们比如说女娲补天啊 金卫填海啊 鱼公鱼山啊 大鱼治水啊 说的都是一些治水的专家 和农业专家 而西方古代的英雄 无非都是一些 像阿加蒙隆 阿基里斯这样的战斗英雄 这个问题呢 很值得我们研究 英雄主义在古代的希腊人的心目中呢 有六个主题词 在《荷马史诗》里面 主题词是 一个是友情 一个是智慧 就是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之间 取一个动态的平衡 《马记》那个发明者 《阿德修斯》 讲的就是他的智慧 在雅典呢 英雄主义的含义 一个是美 一个是文化 而在斯巴达那里呢 那个含义 一个是魄力 一个是力度 可见呢 古希腊的人呢 他要求做的是 有情 有智慧 那个有力量 有魄力 还要追踪审美 还要有文化 这是一个很全的概念 这样一种文化概念呢 就注究了西方的 浪漫主义的几个特征 一个西方人形式呢 比较容易走极端 一有驱动力 马上就行动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刺激反应模式 我们东方文化呢 不那么走极端 它每分每面都在整合 凡是三色而行 所以文化的发展 文明的发展呢 相对来说 比较很平稳 还有一个就是 西方前提的浪漫的 高峰体验 凡事呢 都要放到生命的 灵界点上去体验 结果就造出了一种 极度的诱惑 极度的克制之间的 一种动态平衡 你比如说 一滴水吧 它让你一会儿 要做点气 一会儿要做点液体 一会儿要变成固体 它认为只有这样 全部经历过了 那你才能知道 水是何以为水 西方这个文明啊 文明的底座不稳 却向往高精尖 他们养成了一种 抽象思维的 和象征表达 因为底座不稳 却要求心求意 西方人呢 从不要求做到命运举动 也不要求求全责备 求心求意和求全责备呢 其实反映出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 求心就是 对新的东西非常肯定 面对的是未知世界 求意就是 你一旦发明出什么新东西 那么我们马上就对你很高兴 现在也要不问你这个新东西 是怎么来的 这就很容易带来新的文化的种子 求全责备有点不一样 求全责备要就面面具到 什么得要 什么得全 所以求全责备呢 比如说你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要看你缺点 所以我们东方民族里面呢 比较具有一种求全责备的 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思想 而西方呢 不要求完美 只要求你求心求意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师父感到呢 那个欧洲文明啊 和中国文明啊 和东方文明啊 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中国人写字的时候 先是写国家 然后写城市 然后再写人名 而西方人写字的时候 首先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才是单位 然后才是城市 然后才是国民 所以英文里那个我字呢 是打写的 中国那个文化 其实是向心型的 欧洲的那个文化呢 有向外型的 向外扩张型的 发色型的 所以中国文化呢 它是讲一种秩序 西方的文化呢 经常是反格式化 反次序 我们从希腊人开始呢 就反格式化 中国的文明呢 基本上是农业文明 那么欧洲呢 是农业 双业 混合的经济 中国呢 那个文字呢 是向心文字 很有意境 而欧洲的文字 是那个符号文字 字母 所以比较容易导致 那样一种抽象的思维 你再比如说 在中国啊 那个动物的崇拜呢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龙啊 对凤啊 进行崇拜 那个龙啊 凤啊 都是稀有之物 比方说龙吧 龙是见首不见尾 凤黄呢 是不识鸟 和万鸟之王 都是不容易遇到的 这是中国文化里面 有一种很浪漫的情节 叫做大音息声 大音息声就是 最好听的音乐 是听不见的 那么大道无数 最伟大的法术 是看不到的 或者我们像那个 陶渊明 他要舞弄无弦之情 以及奇异 因为最好听的声音 是只能寄托在 意境里面的 那么这就是中国人 对极端完美主义的 一种崇拜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的文化呢 又特别重视生活的本身 特别崇拜小动物 你比方中国人 有十二生肖 那么外国人 对中国的十二生肖 根本不明白 中国的十二生肖 里面有小狗 有小老鼠 然后有小羊 然后呢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 除了龙啊凤啊 还有很接近生活的 小羊 小狗 小老鼠 而西方呢 他们的中世纪 起的他们的国旗呢 这是熊 鹰 鳄 狮子 老虎 所以西方呢 是满受崇拜 那 University of America 我一定会计算了 过来的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